從事步驟來說,我們在感受的階段 我在感受學生到底有哪些生命經驗 那對我來說,比如說剛剛講的多元評論方式 或者教學的調整,其實就是在想像的階段 我試著想像,以他的需求出發 我怎麼樣調整我教學設計 把古早無畏的課本跟他的工作生命經驗去做連結更整合 讓這件事情可以產生觀念性 可以產生意義性 到底有什麼樣的課程 能夠讓孩子真的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跨出教育 對,跳出那個課本的框架 我們小時候其實我們拿到資訣來跟談談 就課本 但現在他們多元一點 多元之後我們會受到很大的挑戰是 他有自主態度的動機 其實這個自主態度的動機絕對是好事 可是在學校規範化的規則裡 其實他會受到一些影響的簽證 而這個時候老師能不能扮演一個 相信孩子,支持孩子的角色 這個相信還是孩子的角色 要該怎麼思考自己在管理者上的位置跟定位 我們很希望小孩不是只有在教室學習 他應該要踏出去 其實我做了很多很多活動 然後都會是希望讓孩子們學到更多 但是我會這樣講 我帶給孩子每個活動 他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不管他今天失敗還跌倒 他就算跌一個大跟斗 無所謂啊 我們還在啊 我們還可以幫他 可是到他長大之後 他跌一個大跟斗 如果他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 他永遠不會爬起來 我覺得每個小孩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他們其實有各自的想法跟各自的創意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回到孩子本身 然後你只要相信他 鼓勵他 就是他可以去做到 你只要陪伴他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老師你自己可不可以相信孩子做得到 讓他知道說你往前跨就會有路 他就會走上去 是 當他走上去之後 他再回路上 他就覺得喔原來這個不是男的 是 我覺得老師的鼓勵跟堅持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們會以為問題這兩個字就是 就是這個字不會寫 這個算數體不會寫 然後這個對不起來 所以他們的問題都很局限於 就是課本上面 所以我們開始就是去想說 怎麼讓他們去探索生活中的問題 就是生理不教對我們來說 不見得是一個約束 反而是可以幫助我們 雙開約束的一些方法 這個東西如果有內化大小孩的身上的時候 他們是會把這樣的力量 帶到一再下一個力量 就即便老師不在旁邊的 但是他們願意把這件事情 一直做下去 喔 孩子一定要做過這個DMC 因為我覺得這個價值太棒了 我們可以用到他們在搬上學習的能力 比方說他可以寫作 或是他可以訪問 可以做一些動畫 做一些Scratch的能力 可是我覺得更深的是 他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他到底能不能未來 我們沒有辦法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挑戰 是